大家好 欢迎收看泼木为户 紧缩三国沙 这次可以算是立席录像第二期 是吧 我以前放过一个立席录像 那是很早 从我刚开始的时候 这回现在我们是高清版 超清版 上次的超清录像很成功 看样子 我似乎已经解决超清的难题了 是吧 好 我们这时候是个佐持主攻 看他是怎么来立席了 佐持主攻的特点就是后期特别猛 尤其在化身多了 可以打出神奇的技能组合来 但他的强度 一个取决于后期的化身 后期肯定是化身越多越猛 然后更重要的是取决于前期有什么化身 这回我们前期只有一个姜维 一个鱼籍 是吧 姜维这个技能完全是回合类的 没有任何的防御性 挑衅 找打技 鱼籍的蛊惑 勉强可以在回合外拿来防御一下 这两个棋子化身对我们来说不太好 如果反贼想速推我们的话 我们靠这两个化身是防不住的 但是我们看到忠诚吴国泰 二号位一个翠鼻中 替我们拉了嘲讽 徐玉跳了一反贼 我们看七排的徐术 可惜 两个五谷这个位置开了觉得不好 直接就都弃了 弃了一把牌 跳了一个反贼给徐玉补了下牌 我们是邓爱 跳了个忠诚 然后邓爱旁边就是他的克星陆绳 陆绳 还是反贼 不过这无谁 徐术是一个改版后的徐术 否则要是以前的老板的话 邓爱左右两边都是没法顺手欠羊 他就挺苦的 即使觉醒也要对着左右两边空探计 我们看忠惠低调了一下 借司马仪跳的是反贼 借了古灵刀一个九杀 把我们忠诚抱了局 可怜的不过来 斯瓦怡其他连老无力 依然不放过他的菊花 把这个框子移过来一点 大家可以看到主视角雪花生的过程 我们比较苦 一上来就进入烈士了 至少在人数上是烈士了 这样看来终会就是内奸了 然后这时候徐玉引力推灯盖的节奏 并且挂起了闪电 这个闪电只有借斯瓦怡存在 这个闪电是挂的很犀利的 好 这个徐树也把徐玉的牌 让那个血量给补满了 这样的没办法 这个徐玉这个情况下 这个灯盖肯定是不会激活这个徐玉的 好 我看这个陆迅这是什么想的 直接就送这个忠惠觉醒了 这 这什么好理 那我们的希望就来了 这忠惠一个觉醒六排爆发 那现在他肯定是要替我们打工的 这人数上是烈士 我们就看看能不能利用一下内奸 哎呀 这个内奸果然给力 他先挂连弩再放蓝盘 这要么就是新手 要么就还有考虑 是吧 你看他果然他说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挂连弩 他肯定是有他的考虑 要么否则的话 这明摆着这个 这个司马仪要反馈你的连弩 先把这个连弩挂出来 他果然他还藏了一把连弩 是吧 这样免得司马仪反馈到手上 其他的重要牌 先挂一个连弩 给力反馈 然后我再兔兔兔兔兔 反正逃的还比较多 这个九上下去 路神飞了 这样至少在人数上 我们并不吃亏了 好 这时候来打司马仪 司马仪又反馈手牌了 这是没错的 好 这个司马仪一个九蓝盘 哎呦 这时候我们蛊惑雷莎 就没必要了 就这样的话 因为这个质疑之后 这个直接是失效的 还好 我觉得司马仪可能会去杀这个 灯爱吗 但我刚才觉得 如果司马仪来扛我们 还是挺伤的 一下掉两地去 我们还没有什么恢复性的 防御型的化身 我们现在还是只用 蛊惑跟挑衅 现在挑衅到了残局 是一条一个准 是吧 好 这时候反对方仗着有闪电 这时候忠惠是零首牌 只要司马仪刚才循运的杰命 截到了黑道牌 然后徐树在包养他 武装牌 这个司马仪果然 来了黑道牌 直接将忠惠给电飞 那我们现在就进入大烈士了 这是个EV3 然后反对的健康 情况还是不错的 好 这时候一个杀下去 一个残血的反对出现了 我们看能不能有机会 将徐树先带飞 然后在EV2的情况下 稍微好好打一点 这徐玉不敢驱虎压我们的血了吗 觉得我们现在是个四血 怕压出更变态的化身来了 是不是 我们现在把框搞大一点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化身 现在来了一个瞬间的化身 还是依然没什么用 我们现在急需防御型的化身 但是现在进攻型的化身也是可以的 哎呀 这个太神奇了 来了一个红桃杀 这个蛊惑下去 是吧 一掉流失了一滴体力 徐树还被我们带飞了 反正方七排无桃子 好 这样的话 我们就从EV3的压力 直接变成了EV2的压力 这样压力就小多了 毕竟还有三血三排 是吧 好 我们这时候一个闪 这个蛊惑 没有人敢质疑 好 哎呀 这是千呼万唤死出来 这时候有了国家的化身 就慢慢就好打多了 是吧 这时候我们可不单纯是国家 我们回合内是有挑衅的 甚至还有阴魂 是吧 我们现在准备先用挑衅 这一个杀 看看这个481有没有桃子 没有桃子徐树就飞了 是吧 这样直接就进入了一个单挑了 从刚才EV3瞬间就进入单挑了 这个单挑下 我们回合外有遗迹 是吧 回合内有各种 什么挑衅啊 阴魂啊 都是可以拉排叉的化身 那慢慢就 跟司法姨慢慢耗 是吧 虽然司法姨他的防御力 在单挑之下 还是比较 比较强的 尤其是我们这些装备 只要一进攻就未到八掉 是吧 所以我们不着急 等着寒冰剑 等着寒冰剑慢慢来 我们又来了一个零桶的化身 是吧 如果找准机会 这个装备足够多 现在我们已经两个装备了 找准机会 如果他杀我们 我们就有桃子就卖牌 没桃子就为数 就该出闪出闪 该出杀出杀 好 我们就等着 要么靠着多的装备 依佛带 现在已经三个装备了 要么就等着寒冰剑 鸭子司法姨 现在他来了一个闪电 这样我们还有点头子 好在我们现在是有一桃子 是吧 哎呦 这个闪电还判了司法姨头 哎呦 我们还直接天判这个闪电 给我们刷了N多化身 N多牌 是吧 结果啊 那个一堆牌 我们觉得还是猥琐一下 不用出去 都气掉了 这个不慌啊 我们说了 这时候 这时候我们单挑战的绝对的优势 绝对的优势下 就是球纹啊 我们现在已经有三个装备了 剩下呢 大家已经看见我们是有零统化身了 那个看着有机会 那个装备 斩的比较多的时候 一波啊 把那个扒的干干净净 然后再再慢慢的教训大家 是吧 好 然后我们记得还有无国泰的化身 给大家看一看 这里看我们是有无国泰的化身 那待会一波把它扒了干干净 再进攻他 他把我们的装备反馈挂上去 说我们再一下子吧 装备再扒回来 是吧 这个已经看好这个剧本了 但是可惜 我们现在血线没回下去 我们现在就是慢慢拖啊 先回血线 第一步回血线 第二步找装备 第三步啊 那个抓了一个旋风 扒光他 再把他那个狠狠的打残 即使他反馈我们装备 我们再找机会用这个无国泰的补益 那个甘露给扒回来 是吧 好 我们现在斩了个街道杀人 接一个方便化级 但是我们已经怀了3滴血 这慢慢离我们目标越来越近了 他现在一身神装 但是我们只要找了机会 一个旋风就全扒光 我们当时想用戒咬杀人 把这个装备弄回来 结果没成功 肯定司马仪手上有杀 好 我们现在已经等不及了 直接把他扒光了 又吃满了桃 然后待会有杀 就准备可以进攻他了 哎呦 这个司马仪直接看到我们的旋风化身一出 直接就失去了信心 打出了 摇起了白雷裤 向我们俯首称臣 是吧 我们佐持靠着 顽强的持久力 在1v3的情况下 坚持 首先我们的摸牌比较给力 摸了一张红桃砂 一个蛊惑 让反对掉了两滴血 并且成功带飞徐速 然后我们就靠着迈出了郭佳的化身 就可以稳定的打防守反击了 这一下子 防守反击先灭寻域 再单挑司马仪 单挑司马仪的时候 我们在绝对优势下打的是非常的耐心 然后慢慢的慢慢的 把我们的化身攒起来 在状态恢复起来 装备存起来 司马仪一看这架势 不想再浪费时间了 再搞下去 他确实一点奇怪没有 纯粹就是 我们是一种非常轻松愉快的心态 在慢慢玩 司马仪就是一种痛苦的情况 在咬牙的苦苦的支撑 他当然不干了 好我们看贾许往下忙了一下 居然忙到自己的中类了 是吧 这个姜维也是中 好 我们作为一个反贼 是很高兴看到这种情况的 哎呦 现在我们被姜维搞了一下 我们要找找桃子 哎呀还居然找到桃子了 赶紧把装备一挂 这个珠月以三是不用挂的 我们是手牌上线是7 是吧 当然这个只有10秒房 我们一看一上来数不清楚 手牌上线是几 挂起来也是没错的 那个毕竟那个这个7张牌6张牌 那个过还问题 问题不是很大 好我们就说7张飞是我们的队友啊 然后这个李如这个坟臣子 一看就不像什么好人啊 这个贾许为了保这个姜维的命啊 这个那是咬着牙掉了两滴血 所以这个反贼李如发挥相当漂亮 这个这个主攻掉了两滴血啊 贾许也掉了两滴血 然后他还有一个决策 然后想收掉这个姜维啊 当然贾许要逃着吧 姜维给保住了 这李如一会儿和打出了非常大的伤害 哎呦 但是他自己也缠了啊 这个李如他只要在回合外 没有收到反贼的人头啊 他这个防御鉴定不起来 还是很悲催的 好我们看这个灵筒也是反贼 否则的话李如就完蛋了 哎呀我们看刘备跟这个树上枪啊 这个觉醒之前的树上枪是有配合的 给了树上枪三排之后 树上枪一下就可以玩到两个牌啊 这张包养的贾许 贾许杀 反贼倒是一杀一个准啊 一个点杀 李如的一个决斗点杀 借当飞啊 看着我们就要进入那个大大的烈士的树上枪 又拼命的包养那个贾许啊 贾许就把我们给乐住了 好这时候姜维觉醒了 树上枪包养贾许 其实上要小心一点啊 万一贾许是内奸怎么办 哎我们看到 实际上想多了 姜维是内奸 他当我们的乐数没中是吧 但是想多了 我们中不中我们都不会动啊 当时那个牌 我们准备先摸一轮再看看 好这样在人数上 我们并没有太大的烈士啊 毕竟现在是三打三 但是我们的麻烦就是这个这个 银筒快死了啊 银筒一死 那个哎这个刘备什么意思 他不给树上枪牌也不激将啊 这是这这打的一大户 那不管怎么还好夹许比较给力啊 一下子又点杀死了 灵筒啊 我们又开了大 然后这这有诸葛连弩 看看能不能带飞这个内奸 好幸亏他没有带飞内奸 那相伟赶紧 那替我们把这个局面给搬回来啊 这个赶紧利用下内奸 我们手上牌还是很暴力的 如果干掉了这个医学的这个树上枪 我们还是很有希望的 这两个树上枪 这个树上枪啊 一个树上枪被被诬卸掉了 我们在一个决斗 看看 呦他还有桃子 那我们再一个树上枪 我们就猜到他是一个散了 这个八卦 希望你叛黑 这个八卦果然叛黑了 但是夹许死亡的桃子还真多 是吧 好 这个树上枪是绝颈之后 他是没有结音技能的 四血单消机 所以说他是没法恢复状态的 然后我们抓紧机会啊 将那个树上枪给打死 我们依然可以跟内奸2v2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内奸啊 这个也缠了 如果内奸跟树上枪一起一起那个死亡啊 这样我们还是亏的啊 这样我们要1v2还是比较麻烦的 毕竟这个这个忠诚很健康 这个刘备他回血又比较快 好这个树上枪又八卦又判了一只黑 我们很高兴啊 诶这个桃子应该吃啊 不应该直接过 你给谁留桃子呢 你想给姜维留桃子可是想多了 你忘了假许是什么技能呢 那个玩杀是吧 你看这一个蓝蛮 还好姜维留了个9 我们被打了一血了 就一血被热了 你看我们当时吃一个桃子 这这这就完全不一样了吧 可惜我们这个主持角封烧了一下啊 忘记这个假许的玩杀技能了 就这样那个害得我们少搞一个桃子 姜维刚才刚才只把两张牌放在上面 他是没有看我们的乐不思组的 可惜可能当时当时四张牌没有什么红桃 你看我们这下是少存了那个多少牌 少存了两张牌是吧 如果吃了一个桃子的话 就可以多存点牌 你看我们桃子留的毫无意义的 这假许直接就把姜维给玩杀了 好这时候我们赶紧把两个桃子吃了 那个闪电一挂 那个现在进入一个EVR的一个大劣势 好这个EVR里面啊 我们虽然刘备现在状况很好 但是贾许状况一般啊 我们肯定是抓紧时间啊 把这个贾许给灭掉啊 这样的话 灭掉贾许跟刘刘备单挑啊 我们还是可以的 虽然刘备号称单挑王啊 但是他这个单挑王只是名义上的单挑王啊 这个实际上要他要真挑我们这个刘表的话 还是还是那个比较麻烦的 好这个刘备给了贾许这么多牌 看样子是有很多杀是吧 想利用他发动青龙月刀 但是我们反正没闪啊 所以刘备想多了 好我们这一杀看看死了没 哎还真死了 好我们刚才过拆是没有先拆刘备的桃子的 我们想的是杀了贾许之后再把闪电拆掉啊 因为刘老板给我们单挑他最大的希望就是这个闪电 一个他的血厚 劈了他他死不了 劈我们我们就直接就完蛋了 所以好我们看这种高过牌一下就把这个神装搭起来了 后面这个单挑就开始 只要这个组织角不瞎玩 那肯定就是那个略刘备的节奏了 刘备你现在五血是吧 可以存五张牌 我们也可以存五张牌 我们虽然是三血 我们的首牌上限也是五是吧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也可以抓五张牌 所以丝毫不比你差是吧 何况我们这一身神装你才两个装备 搞不过我们的 好 这把这个这个又是一次那个成功的利息是吧 这个利息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祖宗方这个联动非常的齐利啊 这甲雪在刘备的包养下这个纯粹就是个点杀啊 这两个反贼为了打死这个姜维和或者是孙上香啊 那个消耗了消耗非常大把自己给打虚了是吧 在这种情况下刘备的回血让孙上香可以包养他是吧 孙上香刘备一个人得孙上香给刘备摸掌牌 刘备再人得那个把甲雪包养的肥肥的 这个在这种神奇包养下的甲雪终成一旦开动啊 这两个残血的这个这个反贼就直接被点杀啊 我们手上抓再多再多桃子 也只能眼睁睁的看见队友阵亡啊 好在这个甲雪这一口气点杀啊 插了一口气没有干掉这个内奸啊 在这个内奸的帮助下终于啊 把把祖宗方的这个这个优势给给给打垮了一段时间 然后我们就抓抓抓住这个机会啊 在那个内奸阵亡之后 跟这个刘备跟甲雪1月2的时候 在甲雪恢复之前把甲雪给做掉了 然后面对刘备的单挑这个刘备啊 这个表表叔交理做人了啊 历史上刘备可是曾经技能一下是吧 然后刘备就直接把心也丢给刘备啊 换句话说刘备当时的任务就是给刘备看守北大门啊 防御潮潮是吧 所以属于我们刘备手下的克将啊 好 那个所以这把那个刘备反克为主当了主公 我们作为反贼啊 在劣势的情况下把那个大耳朵刘备给利息了啊 那个看着我们那个跨岛江南的刘备也不是吃素的是吧 好 这局我们又是一个中会啊 中会作为这个反贼他利息的那个事迹就是非常多了是吧 所以这把我们看看这把这利息没那么容易是吧 我们看这这这一位来了一个这个这个八号位的黄中他被打了一下 还不高兴说哪个帅打哪个是吧 他认为主公是嫉妒他长得帅啊 实际上你这个作为一个强命 吃距离的这个菜刀强命做在八号位 主公肯定是会摸了一下的 哎这个借里蒙这个挂这个刀完全不知道什么考虑啊 绝对别不应该挂这个刀啊 他想觉醒就要保持手牌尽量的多 这个刀挂出来又不用了 这个何必呢何苦呢 不过这时候我们看到孙上香跳了一个忠诚 那肯定董卓啊 抓住这个女女妹子啊 抓住妹子肯定是往死里了 哎呦我们看这个孙 孙权一家的齐了啊 这这这这他的哥哥妹妹齐上阵全是跳的是忠诚是吧 那这样的话这把我们想速推主公孙权啊 那就比较麻烦了 肯定是从那个沙迪先断来啊 肯定从孙权的妹子孙上香开始搞起啊 因为这样的话 吴国忠诚比较多 想推那个孙权又有救援是很麻烦的 好我们看这个黄中果然是反这样 还从裤装里掏出一个长武器方天化 以及直接一个一个那个强命 那个压孙上香的血 好但是我重新说过强命百百论是吧 孙上香这时候有没有伞还是一说呢 那个即使发动裂弓说明孙上香都是不能伞 哎我们看这个吕蒙也是中类啊 这样的话那想想强推孙权就更难了啊 是吧毕竟这个这个有吕蒙可以纯桃子啊 这个孙策又是个低嘲讽 他的手牌现在又没有手牌骚扰系是吧 那个孙策一般不会受到伤害 他肯定桃子不会吃给孙权留着的 所以说现在肯定是先打孙上香啊 先灭了孙上香再说 但是我们看见我们的队友实在是有点麻烦啊 这个董卓现在武器被拆了 如果有武器还是可以对孙上香进行强势的压制 他如果没有武器就寂寞了 同时这个这个黄中武器被搞 尊全加一码一卡也废了 这还有这种标凤匠已经很少出现了是吧 但是没了啊 我们碰见了这样的队友啊 只能自己扛着了 就像那个网上有篇文章说的 这个玩三国杀尤其是玩路人局 不要抱怨队友选将弱啊 这种这种抱怨是毫无意义的 路人局这个特点就是大众就是菜了 是吧 你随机点个随机加入快速开始 你的队友十有八九是菜了啊 你甚至可以考虑认为场上七个人都是菜了 除了我们不是菜了之外啊 场上七个全是菜了是吧 好我们董卓终于啊 那个也不是现在的第一激活目标 这个祖宗方的激活目标 看是怎么搞 这个孙策他居然老是搞董卓啊 我觉得祖宗方应该要么搞这个 把黄忠作为第一激活目标 他是最脆的一个是吧 比较好一点 好 那个啊刚刚没有没有说完 在路人局 你甚至可以认为七个人都是菜了是吧 你作为那个唯一的一个会打的啊 那个要带着自己的菜了队友获胜是吧 孙策像现在排多了 干脆就杀出人一刀 再结衣出人一刀 这样也不用可以保持自己的节操啊 不用那个结音这个董卓 好啊这个是这个吕蒙 把这个董卓的武器给下了 那这样的话董卓又废了是吧 那这样的话这个料花啊 基本上废了 董卓基本上废了 这个黄忠好在他没有废啊 可以砍一下这个孙权啊 我们也是也是比较废啊 哎我们好少来了一个简易码 也可以砍砍孙权 但是我们砍也只是砍一砍而已啊 虽然这个这个祖宗连拖出去 实际上我们要拖死这个孙权的这个 希望非常的致敌啊 这有三个五国的钟啊 这还有一个11排的聚吕蒙 真的要强烈孙权 你可以就可以不停的啊 停着孙权啊 发出好舒服好舒服好舒服的淫荡的叫声 是吧 所以说我们还是老老实实的啊 那个那个先杀孙权箱吧 但是我们又苦于这个这个这个距离的控制啊 这看样子我们只能啊 依靠这个反贼先倒一个之后 然后内奸那个加入我们这边啊 才能打出优势来 这现在我们的阵容还是匠面 都都被祖宗方给玩爆啊 这基本上是玩爆 看这个黄忠要被搞死了 我们救一下实际上可以考虑不救了啊 你这个我们那个救了他有有啥意义啊 我不觉得他有任何意义 你看他掉了这个重了乐术 结果说不定这个人头还还还落到祖宗方的手里 是吧 明显就给孙权收了算了 这样说不定这个这个要么孙权是内奸啊 他就直接会占了我们这边 要么李萌是内奸 他下午就可以跳出来了 现在你这个荒虫挂大 你看这个这个无论是李萌还是孙权 还是继续在搞反贼的节奏是吧 所以刚才我们是不该不该救的 这桃 总会这么需要桃子的人 那个桃子应该留给自己是吧 好 我们看看那个要不要收黄忠 黄忠都说收了吧 你就收了吧 既然有诸葛连组 为什么不收呢 啊我们结果又又吸软了一下 但是这个吸软得到了回报 这个黄忠还打出一个方天三杀啊 不过这样同样啊 没什么没什么意义是吧 这个这个待会儿孙权箱这个一个结音 对吧 他们刚才掉两滴血就全部回来了 好 我们这时候这个这个蓝蛮啊 把这个寒冰剑放在拳里面 然后这个孙权要收 这个董卓肯定是不干的啊 肯定是要救的 我们刚才如果要收的话 是可以 那个是转得帮可以不救的 好 我们这时候那个终于这个内奸 在这时候已经跳出来了啊 他已经看到这个黄忠是肯定死定了 孙权箱刚才居然断杀了是吧 好 那我们待会儿我们就用这个蓝蛮入侵啊 来收这个黄忠啊 同样这个蓝蛮入侵 收了黄忠之后啊 实际上意义也不是很大 是吧 好你看这时候孙策要收黄忠 那个我们是那个反贼 肯定是集体表示反对啊 这无限打过去 可惜啊 那个没有逃 结果落在孙策手里了 那我们这个蓝蛮入侵就不慌了啊 这个何况这个孙策还是个凉血 这时候孙策觉醒呢 就想多了 但是这个手上的杀反正也存不住了 就干脆朝那个孙权给拍过去吧 把孙权的牌号少一点了 那也是也是好事是吧 好 现在我们这个就指望内奸了 刚才那个借礼蒙已经跳了 这个借礼蒙这个内奸还是可以利用的 他至少现在可以8-8红刀牌是吧 然后但是借礼蒙有一个麻烦 就是他四张牌他不敢出杀 是吧 哎呦这个孙策竟然敢把诸葛连卤挂出来啊 这是是是 好你看借礼蒙现在 那个还还要看我们的牌啊 这个不知道什么考虑啊 那个好 这个董卓终于顺了这个借礼蒙的这个 减一码可疑他又没有杀是吧 对对对 这孙策竟然还是依然还是没法集我下去这个料化 还是依然在这里酱油是吧 就像我们刚才话还没说完啊 在渡人区碰见那个不给力的队友啊 这是很正常的事啊 这个基本上 那个碰见给力的队友才是不正常 才是小概率事件 这个随机加入的房间里面 我们可以认为场上7个人去接菜了啊 只有我们众人接菜我独帅是吧 可以可以大胆的这样认为啊 那这样的话啊 我们这个自然就要靠我们作为carry啊 带着这这些队友们获胜 不是指望那个队友们来带着我们获胜啊 有有一个说那个大大大神在我这个贴吧上说的很有道理啊 他说那个就像你在生活中啊 这个老板交给你一个任务 配给你配两个助手 让你去完成这个项目 那个结果你抱怨老板这两个助手太弱了 都是新手能不能给那个给点厉害的助手给我 是吧 实际上那老板肯定就说那里理解一下 我们公司那个人员啊就就这样是吧 你你将就一下实际上老板那嘴巴上这么说 他心里肯定认为你是说废话吗 那个这两个谁不知道那两个是新手 这不还有你吗 是吧 如果这两个都是高手要你干嘛 我早把你炒鱿鱼了 对吧 好 我觉得他这个说法是很形象的是吧 这时候在跟我们在路人局啊 这也是一样的道理啊 我们用不着指望队友厉害了 队友队友要厉害的话 要我们干嘛 好 这时候二话不多说 这两个队友啊 那个我们一边在吐槽他们 他们终于这个沉浸了这么多轮之后 终于那个爆发了一轮啊 这一下子董卓起了武器 一个绞杀 耗了孙上枪两个伞 这个廖华 那个本来两回合摸一张杀 这个廖华认识两回合摸了两张杀 把孙上枪给那个杀动了 结果被这个孙策的一个一个桃园又交住人了 孙上枪又回复了状态 这一把就进入了那个持久的那个拉锯战 同样这个廖华跟董卓啊 这两个酱油了这么长时间 终于爆发了一下啊 现在估计又要沉寂一段时间了 又要沉寂好长时间了 好这个廖华那个已经知道了 主攻还有救援技 要搞死主攻现在是很难的 好这时候吕蒙已经不让 这个孙策收这个这个董卓了 那我们干脆用南门路心把董卓收了 他反正不收他这样搭的话 他迟早是要变成那个祖宗方的这个这这把菜 是吧干脆把这个 哎我们借孙策的叮着刀 孙策竟然那个狠心的朝孙策砍了一刀的时候 他可能想着孙策可以结阴结果 我们孙权手一抖 哎不过把自己吃满了 但是孙策竟然有两个桃子 一下子又把 又把自己的状态回回满 这个吕蒙啊 一直对我们怀有那个戒心啊 每次攻心都是攻心我们的牌 这不知道是什么什么考虑 好然后这个廖华啊 现在又死了一个队友 这时候毫无疑问 这个吕蒙他应该站到我们这边 开始杀这个忠诚孙策了 如果但是他真正应该杀的应该是孙策 是吧应该孙策才是比孙策更难控的 孙策还可以保一保主攻 好这个吕蒙终于开始搞到孙策 但是同样我们发现这个吕蒙的麻烦 就在于他不敢出杀 他现在已经囤了21张牌了 他一旦出杀他又得那个弃牌是吧 所以我们现在顶多啊 指望这个吕蒙给我们反费纯纯桃子 但是指望他输出去带飞这个孙策 还是有点麻烦的 好那这我们就不管了 我们现在就开始了 反正这个也这个这个就杀这个孙策 一到玩一下让你孙策枪结音 只能结他一滴血是吧 好然后但是有孙策枪的这个这个 这个在这里啊这个要搞死孙策 是很麻烦的 好这个吕蒙干脆送我们觉醒了 然后孙策的桃子发掉了 他这样做的话是要那个引导 那个那个反贼激活主攻吗 这是不知道怎么考虑 但是实际上他即使这样做 我们也知道激活主攻是没啥潜度的 那个他18枪台我就不信他没桃子是吧 你激活主攻他一个一个救援是吧 何况现在主攻还是四血 受伤箱这个奶妈现在是水明显要更少一点 好这时候我们居然没有打这个无限 是吧就做看受伤箱将我们的这个简易码给拆掉了 这不知道是什么考虑 已经不想打受伤箱了吗 我们准备开始进入酱油模式了 这不知道是什么考虑 好大家看到我们居然果然啊 这个没有打这个无限 看着这个简易码被拆 我们就进入酱油了 这个情况下我们进入酱油了 这也是可以的 这明显就是在卖内奸 是吧我们看这个内奸囤这个石油刀牌 一直那个那个不出力啊 帮我们干忠诚是吧 因为他怕弃牌所以我们干脆让孙上枪拆掉我们的简易码 我们就可以明目张胆的啊 那个不作为了啊 我们如果有简易码 我们不作为就是纯粹就是逼内奸 这是明显在坑内 现在简易码被拆了 我们再不作为啊 这就是暗的坑内奸了 内奸 你看果然我们现在不作为了 内奸就开始了啊 那个把孙上枪的牌给搞光了 还贴了一个冰凉存断 好 我们抓着机会 这干脆来了一个持用双武剑啊 这个这有人头的诱惑啊 然后又有持用双武剑多摸一排 干脆就把孙上枪给带飞了啊 这时候我们就进入了五人局 这时候五人局的这个祖宗方的优势 实际上已经没有了 何况这还有一个强势的内奸站着 现在要么是这个反贼啊 那个可以靠我们这个大后期立席啊 要么是这个这个 这个女萌掏出一张诸葛连弩收拳掌 对吧 现在祖宗方现在很头疼 现在祖宗方的眼中钉 除了这个宗慧啊 还有这个女萌啊 但是又是五人局 他们想五人局就开始空二十排的内奸 又显得有点力不从心啊 所以祖宗方可能的想法 还是先把这个撩化打死 但是这个撩化又没那么容易死啊 撩化虽然没有什么后期立席的能力 但是在那拖着不死的能力还是有的 好 我们看这个撩化果然啊 他即使被打了求逃了 现在场上有三个势力啊 有鼠有胃啊 他是可以回到三血啊 又再翻面 是吧 这种情况下 要打死撩化 一时半会儿还没那么容易 好 这时候我们又卖了一个拳啊 现在达到那个五拳的状态下 可惜现在是没有桃子啊 现在那个虽然有五拳 但是那个纯白不多好 孙拳也开始逼内奸了 点托管了 你内奸再不出力啊 我就不干了 是吧 好 那个内奸赶紧认错 我错了沉默 实际上他手上如果有桃子的话 他是没必要害怕的 你孙拳即使托管这个也是一回血啊 那个就就直接两血 你看虽然我们借用这个这个料化 那个打顺泉一血 然后这时候内奸还没有桃子啊 他已经 内奸已经被这个顺泉的行为 表示人无可忍了 是吧 那个已经托管 结果孙拳有个桃子 又把顺泉给弄回到两血了 那我们就有点麻烦了 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就只能对着顺泉一顿猛打 那个看 但是实际上这依然是有风险的 毕竟这个这个内奸的手段是 也肯定是有桃子的 好 这时候孙拳为了拉拢内奸 砍了这个孙拳为了拉拢内奸 砍了孙拳一刀 这个内奸居然把孙拳给送觉醒了 这不知道什么考虑啊 那个他可能想提高一下孙拳的嘲讽 是吧 但是你一旦把孙拳送了觉醒 等于提高了孙拳的个人能力 这样的话 他自己就变成这个这个主动方的目标了 好 我们这时候就乐的开心 是吧 看见你内奸成了主动方的目标 我们赶紧啊 就就不动了 抓住机会啊 就坐看这个这个主动方 把我们砍死这个17牌的内奸 因为我们也很忌惮 这个内奸啊 这是个三方博弈 并不是看人数上 我们就给就得跟内奸站在一起 内奸这17张牌 你不知道他有什么牌 所以这是最头疼的一个事情 你不知道他有什么牌 不知道他待会会干出做出什么事来 是吧 所以说我们一方面 这时候想依赖这个内奸 一方面又想那个那个防的这个内奸 好在我们是中会 现在又有三个装备 又有六个拳 手上抓八张牌 所以内奸将在这个三方博弈的2v2里面 成为那个主动方的优先起火目标 内奸会替我们挡刀 是吧 但是我们现在麻烦的是内奸只挨打 不还手啊 这是我们一个头疼的事啊 毕竟他是吕蒙啊 他是吕蒙就代表啊 他是他一还手 他这个牌就得弃 他没有诸葛连弩的话 他不敢还手啊 这样的话 我们就有点头疼了 这个诸葛连弩现在已经到我们手上了啊 那个我不知道另外一个诸葛连弩在哪里 好现在是12牌内奸 哎呦 这个被这个 这个孙策终于把这个内奸杀死了 内奸气啊 把牌挂了啊 现在我们就开始进入1v2模式了 这个1v2模式 我们肯定是只能对着孙权打了 这个这个三雪 那个加热光盾的这个孙策啊 在在这里 我们肯定是那个想从他开始推 是比较麻烦的 好在我们有一张诸葛连弩啊 现在我们把伞给弃掉了 赶快囤你杀 我们现在有9上线啊 可以囤很多的杀啊 看看能不能一波把这个孙权带飞是吧 然后现在看场上桃子 我没有数过 我们开一开这个作弊器啊 好这个蓝牌 我们赶紧这个卖一卖 看能不能卖到啥 可惜没有卖到是吧 好我们暂停一下 开开这个作弊器 看看场上 哇场上还有9个桃子啊 这还找得很呢 有78张牌的 有那个9个桃子 能不能推下孙权 还是有有点麻烦的 好孙权又又吃了一个桃子啊 这9个桃子包括我们这样 这样一下这样还有 那个外面还有7个桃子是吧 好 那个孙策开始打我们了 好我们再把这这桃子一吃啊 这样的话 那个外面依然还有7个桃子 看看那个什么时候 哎呦 这个冠师斧九杀 这一个冠师 哎呀我们看看 哎呦好 又摸了一张进攻牌啊 我们把进攻牌都存下来 好看孙群 那个孙者这一下子 一个闪 他如果还有一个什么进攻牌 他这个万剑不敢放啊 他如果放了这个胖黑 我们就死了 大家可以看到啊 好在他不敢放 我们赶紧抓住机会 铁右连环 对这个铁右连环 用这个9雷杀传导 他逼孙者把桃子吐出来 是吧 他吐出来了 我们赶紧再一决斗 好这还有三个杀下去 很有机会带飞孙权的 顶多 除非两个全是桃子 否则孙权就死了 孙者这最后一张牌 是不是桃子 哎不是 终于那个 倒在了 我们这个这个反贼 中会的这个 诸葛联弩之下 是吧 好我们看这把这个这个 拉锯战 在三个队友啊 都是比较那个 速的速将的情况下 我们慢慢的跟祖宗方磨 然后那个争取最大限度的 利用这个内肩啊 当然祖宗 祖宗他也发现情况不对 他也开始利用这个内肩 因为他知道这个孙策 那个 中会在后期是很难对付的 是吧 反贼和和祖宗都要拉拢这个内肩 这个内肩还是很苦的一个情况下 但在最后啊 我们进入2v2的时候 这个祖宗方就不把内肩放在眼里了 因为我们天生 中会的高防御力 自动把嘲讽给那个丢到内肩的头上 是吧 这样的话内肩替我们挡刀 可惜内肩只挨打 不还手 这点让我们比较头疼 但是好在我们有那个高强度的爆发 又为所的存了一张诸葛连弩啊 这终究还是一波将那个孙策带飞了 当时那个铁锁连环非常重要 逼着孙策躲到一个桃子啊 否则他如果两个桃子都去救援这个孙策的话 我们是推不下来的 一旦推不下来 孙策和孙策一回头就会把我们做了 这也是一个一场极限的逆袭 好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喜欢 下期再见